先摸一下 反正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把乘字寫好了 執行一下 請在1到2之間猜一個數字 理論上如果你要能夠猜的次數越少 那當然從中間開始猜 有沒有他會提示 我先猜10 Enter 恭喜答對 怎麼會 真是巧合吧 剛好是10 執行再一次好了 再猜10 Enter 沒有啦OK 剛剛好巧合 一次就猜中了 好 太低的高一點 所以太低的話 那高一點意思說呢 就是10以下都已經可以忽略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剩下11到20 所以我就11到20 再猜中間好了 不是15就16 我們猜16 OK 所以第二次 還是太低了 所以理論上呢 那就刪掉了嘛 所以等於是16以下的 當然就 可以忽略了 所以剩下的話就應該是17到20 17 18 4個 所以理論上應該蠻好猜中的 19好了 OK好不好 Enter 太高了 所以2選1有沒有 所以最後才可能不就17 要不就18 有沒有 應該沒錯了 18 Enter 那就是17了嘛 所以猜幾次 猜5次 5次好像有點太多了 OK 這也沒有作弊啦 因為你也不知道猜多少 好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一個程式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先產生亂數 那得到的答案呢17 17我有沒有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程式應該怎麼run比較簡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的寫法是這樣 首先第一個有沒有 上面這兩行剛剛講過了 就亂數 它會產生17 放在RND裡面有沒有 所以呢 RND裡面就是放 剛剛就是17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讓使用者input 所以呢 我們要讓它輸入的話 那你一定要給一個input 那因為input進來之後 我前面講過 它會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文字 所以比如說我剛剛輸入10 它就會10的文字 那為了讓它轉換成為數字 所以就前面加一個int 有沒有 它才能夠把10的文字 轉換成10的數字 OK 不過你可能偷偷就知道 老師為什麼不直接就是把它變數字 沒辦法input就是這樣子 這個你要寫好的 這是規則 沒辦法改變的 OK 所以你就把它記下來就對了 所以有些規則你不要一直在那邊想說 可不可以怎樣 可不可以不行 這也不是我改的 我如果可以改我等要幫你改了 我也不想要麻煩 OK 所以有些它要記下來的就記下來 你不要一直問為什麼 因為這個為什麼你也得不到答案 因為這就是固定的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絕對 應該不適合用4回圈吧 因為我怎麼知道你猜幾次會中 OK 我剛剛猜5次 可能也許我猜6次 其實都可能吧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如果你用4回圈 那你真的就自找 這個一定是自找麻煩的 為什麼因為 不過有人真的也蠻厲害的 老師我一定要4回圈 反正我就 假設你最多只有猜1000次 你不可能猜這麼多次吧對不對 沒關係 我就給你一個很大的數字 讓你一次猜 那如果你猜對的 我break掉就好了嘛 你可不可以這樣也可以啊 只是說這樣子 即便可以哦 但是感覺就是很奇怪 OK 所以有的人會寫對 但是很奇怪 我是盡量就不要這樣寫 為什麼就是 你為什麼一定要寫那種怪 然後讓人家覺得 而且有可能會出錯那種城市 所以有些工程師 可能寫出來城市 有點像地雷一樣 只是沒有爆炸而已 有沒有 只是你 沒有人會去看他寫什麼吧 對不對 OK 所以你們以後記得 反正回圈有兩種 如果有知道可能的範圍 你就for圍圈 就這樣就好了 如果不知道 像這個我不知道 那用畫圍圈 那畫圍圈後面呢 記得就是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那特別是這個條件 如果 唯true的時候 就繼續做 如果唯force的話 那就離開 OK 所以我們那個條件一定是什麼 什麼時候繼續猜 就猜錯嘛 OK 所以怎麼樣才是猜錯 很簡單嘛 就是這個區 他猜的 跟rmd 怎麼樣 不相等 有沒有 不相等才繼續猜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OK 不相等 特別是等 等於應該知道 兩個等號 如果不相等 順便你學一下 不等於 金大號等於 這個叫不等於 OK 順便選一下 那這個不等於的話 用在java NSC也是通的 OK 可是如果 vpa就不通了 vpa不等於的話 就是寫成什麼 小於大於 這個是不等於 OK 所以不同語言 可能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呢 當他不等於的時候 那我們就怎麼樣 就是讓他繼續猜 我剛剛講過 繼續猜有三種可能性 一種是太高 一種太低 一種猜對 所以我們通通都給他做邏輯判斷 所以底下的話就是三個 一個是 如果你猜的小於rmd 那就跟大家提示說 太低了啦 有沒有 再高一點吧 反思就是太高的低點 再剩下來的不是這兩個之間的 那當然就是for就是 因為呢這個邏輯有沒有 是不等於 那如果當什麼條件會跳出呢 就等於嘛 OK 所以兩個相等那就恭喜猜對了 有沒有 OK 那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程式 有一個 你也不能說他算是缺點 但是直覺看起來 就覺得好像不太OK 有沒有發現這個程式 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然後趨等於有沒有 趨等於 趨等於 你說老師為什麼這邊有三個輸入啊 而且都一模一樣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只要猜完之後呢 他要繼續猜就是要讓他輸入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我比較不會寫這樣的寫法 我會寫另外一種寫法 什麼寫法呢 就是只輸入一次 而不是輸入三 像這個程式有輸入三次哦 可是問題哦 我要怎麼樣把它輕減 跟各位講 理論上呢 我們會把這個輸入的部分 第一個 這個把它拿掉 不不 我建議是把它註解掉 我給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你先不要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的話 你就回不去了 OK 好 那這個的話變成這個 這個有三個對不對 我不要 那可是有什麼方式可以解套呢 我的解法這樣 就把它放在這邊 放在 讓這個回圈跑 然後呢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哦 我原來是寫什麼 兩個就是不相等的情況下 繼續跑 可是我一般習慣 會在這個HIR回圈後面 加一個HIR1 一的話其實就是HIR 你講說 老師一不就HIR嗎 對是HIR 那HIR的話呢 不就是 一直進入回圈嗎 對 沒錯 那你說為什麼一直進入回圈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反正壞偶 這個部分有點像油門 反正你會踩到底 那你說 老師煞車怎麼辦呢 對 所以如果假如說 將來呢 你猜對的話呢 就不是在這邊 而會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會需要改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這個地方就變AOIF 就變三個把它寫在一起 這邊叫AOIF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讓他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加一個 一個條件 這個讓他顛倒一下 上面是G小於RND嘛 第二個條件是G大於RND有沒有 然後再來多一個 就把這一個本來是 跳離之後才恭喜對不對 這個反之就猜對了 把L10有沒有 然後恭喜猜對了記得 放在這個裡面 記得一定要按TAB 因為縮牌在這個裡面 OK 那請特別注意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今天這邊是E 這是有點像油門踩到底 那沒有煞車怎麼行 所以記得 如果你畫E冒號的話 一定要記得有一個地方一定煞車 煞車就是表示他猜對的時候 所以記得什麼時候煞車 對就是請你加在這裡 加BRAKE 這樣就OK啦 所以我比較 這樣的話好處是什麼 你只要一個INPUT 有沒有 那這三個INPUT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不然的話你變成一堆一堆INPUT 如果你照傳統的寫法 那你變成就要三個INPUT 那如果將來邏輯更複雜 你就要一堆的INPUT 看了就覺得討厭 所以我的寫法我會寫這樣子 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把這個INPUT放在File的下面 那File的話它只負責油門吹到底 不用判斷 判斷由誰判斷 一輔來判斷就好 你不用判斷了 你的工作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一直進入迴圈 就是一直丟門踩到底就對了 什麼時候離開 當你猜對的時候 我看一下應該OK OK 如果假設沒有 我們好不好看 我也不確定我這樣改完會不會錯 因為這個好像有個錯誤 這邊有個XX對不對 錯在哪裡 對 對 這我怎麼會打錯 所以我也是人 我不是神 所以也是很錯 OK 所以寫錯其實沒有什麼 那個 每個人都會寫錯就改 你看一下細心 然後再run它應該OK 應該理論上這樣改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OK 看一下 這應該就沒錯了 所以在10 太低高一點 15 太高 所以就13 恭喜猜對了 沒有問題 有沒有 按哪一種寫法比較 感覺 比較OK呢 我覺得好像我自己後面改這個 因為我如果我來寫的話 我一定會寫這樣子 我不會寫剛剛那樣 但是因為剛剛那個寫法是比較傳統的寫法 我自己寫會寫這樣子 兩種寫法有什麼差異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28頁有沒有 這個是原始版 這個是傳統的版本 缺點的話是要重複出入3次 我底下有個精簡版有沒有 精簡版就這個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畫有1帽號 不過跟各位講 1就是true 所以如果翹翹翹翹翹 裡面可能會是畫有true 你不要認為畫有true 跟那個畫有1帽號不一樣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打1帽號 我有講過 因為1只要打一個字 true要打四個字 但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底下的話呢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目前是沒有做任何限制 就是可以一直猜 猜到對為止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再增加一個條件 就是只能猜3次 如果你3次還沒猜中的話 我就不讓你猜了 有沒有 你至少程式不能說一直讓他猜到對為止 你至少要一個限制吧 有沒有 可能是3次的 也可能4次 可能5次 也就是一定的限制嘛 那假設我們嚴格一點 我希望只能猜3次的話 那這個應該怎麼寫 這個我想請各位動動腦筋吧 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你就把它當作遊戲 然後很多的遊戲就是從這邊衍生出來 就是說將來要不要加上介面而已 你要不要畫漂亮的介面 讓人家就是有個這個 加一個美工之類的 就可以做很多遊戲 像之前就有同學寫什麼幾A幾B的 他把他寫出來了 四個號碼有沒有 幾A幾B 你如果不會寫 我跟你講你翹去嗶嗶嗶問他 他也幫你寫出來 只是說他幫你寫出來 跟你自己寫的還是不一樣 而且他幫你寫出來 你也可以改一下 就是你可以改成你要的遊戲類型 這樣其實就也可以延伸很多 我覺得 目前可能就是在我們自己 可能跟工作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你可以慢慢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所學的 跟你的工作做個銜接 之後可能跟你是有 比較有點關係 應該會更感覺的出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就是 把那個復回圈的部分 再加上那個 壞迴圈 最後的話就講一個 猜數字遊戲的部分 那當然寫法 其實每個人有不同的寫法 所以我後來有改一個 我覺得比較精簡的寫法 這個也比較好 所以後面很多的題目 我都會寫成第二種寫法 所以以後你就記得 反正壞迷冒號 然後裡面就判斷 最後如果猜對的就break 這樣就好了 其實還蠻好的 固定sop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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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